无线鼠标 如何选择品牌和产品 还是那句话 先理清楚选择的逻辑 再来考虑具体品牌和产品的问题 大家好啊 我是喵科大叔 今天想跟大家分享 我个人选择无线鼠标的主要逻辑 主要考虑几个方面 一 传输频率 也就是无线信号传输的频率 主要影响传输的距离和稳定性 常见的有2.4GHz和蓝牙 2.4GHz可以提供较长的传输距离和较低的延迟 鼠标反应更快 稳定性好 适用于日常和办公使用 蓝牙鼠标具有更低的功耗 支持和多个设备配对使用 总之它们各有优势 要看自己最看重什么 以及设备是否兼容 2.反应速度和精准度 反应速度和精准度 通常有鼠标的DPI每英寸点数 和CPI每英寸技术决定 需要根据个人需求和使用场景 来选择合适的DPI和CPI 3.设计舒适性 人体工学设计真不只是噱头 对于经常使用电脑的上班族来说 一个符合手型和使用习惯的鼠标 真的是莫大的福音 4.额外的功能和按键 一些鼠标设置了额外的功能键 或可自定义的按钮 如侧键、滚轮模式切换等 根据这几点确认自己的具体需求 结合预算范围 就可以对应去找靠谱的品牌和产品 以下举例 介绍三个比较主流的无线鼠标品牌 1.罗技Logitech 是无线鼠标技术的先驱之一 产品种类丰富 包括高端游戏鼠标 便携式鼠标的 切合不同需求 2.雷蛇Razor 以高端游戏鼠标起家 产品设计注重性能和舒适度 价格相对较高 3.雷博RAP 国内知名的无线鼠标品牌 产品价格实惠 性价比较高 关注我 带你了解更多实用数码科技小贴士 2.雷蛙和bed 美丽天 未经设计 美丽天 明镜